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的举世传奇 能不能把你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经验挂到达不了顿网站上 然后让其他国家借鉴 赶上酒雀平分色 玉宇天宫 势力高 《国之自信之》风云有册 温天下 马上播出 看《国之自信》 两样大国强音 这里是陕西卫视为您播出的《国之自信》 我是主持人旭东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 大家好 我是吴学兰 今天的主题风云有册 指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的气象预报 气象不仅关系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穿衣打伞 也关系到国家的基础建设 农业生产以及军事安全 毫不夸张地说 人类能够更好的生存发展 都离不开越来越精准的气象预报 如今 我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了双边气象科技合作与交流 向7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着强劲的技术支援和尖端设备 让这些国家从此不再靠天吃饭 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中国正以全面的视角关注着我们的生存环境 这就是风云有册 观天下 气象技术发展均居于世界前列 那么 对于中国气象所取得的发展成就 作为一线工作者的中国气象人 又有着怎样的使命与担当 而中国气象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 又在为世界做出着怎样的贡献呢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的钟志平 作为一名普通气象工作者 我们每天都在经测着考验 因为我们的每次天气预报 都在指导着人民的生产生活行为 而我们最紧张的时刻 就是将自己反复斟酌酌判断的预报结果 都翻给全国人民的时候 因为非常担心自己做出的预报不可准确 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 但是 这种压力同样也是我们工作的动力 今天 因为我们的国家进步了 我们的气象预报能力提升了 当我们看到我们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 和固定的人员素质为中国人民 在这位世界人民提供强大的气象保障 身为一名中国气象人 我无比的自信 我很轻信自己从事了气象这份平凡的职业 我更轻信自己伸展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 身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宗志平 中央气象台副台长 曾经作为首席预报人 为减少国家经济损失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多次准确保护国经历的严重天气和自然灾害 今天的它将会从什么角度 为我们展现中国气象实力呢 我知道咱们的这个气象预报 政府各个部门啊 2018年9月4日 一个大气低压区 在太平洋国际换日线以西海域形成 并逐渐增强为热带风暴 随后这个热带风暴被命名为山主 国际编号1822 2018年9月9日凌晨20 中央气象台根据观测数据 将山主升级为强热带风暴 45分钟后 日本气象厅结合中国中央气象台数据 将其升级为强热带风暴 2018年9月9日上午8时 中央气象台根据观测数据 将山主升级为台风 8时45分 日本气象厅十一时整 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 分别结合中国中央气象台数据 将其升级为台风 2018年9月15日凌晨1时40分 被中央气象台升级为超强台风的山主 从菲律宾北部登陆 给菲律宾造成巨大损失之后 于当日中午离开陆地 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 直奔我国而来 2018年9月16日17时 台风山主登陆我国广东台山 那么中国气象人将怎样面对 这百年不遇的超强台风 他们又会为国家和人民预防灾难 做出怎样的巨大支持呢 那么对于这一次咱们台风的 整个的应急的 包括我们中央气象台做出的反应 您对于这次行动 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吗 其实这次山主台风的整个防台 抗台包括救灾 整体做的是还是非常出色的 我觉得的话一方面是 我们的预报还是非常准确的 提前五天 基本上就预报在广东 到海南北部这边 沿海这块地区登陆了 然后当时的话也制作了很多的预警 或者说是决策的服务的材料 对珠山 因为的话当时登陆强度的是14级 是强台风 但是它的正风已经达到了 16级左右的这个风了 所以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在外面是站不稳的 然后住在高楼上面的话 它会有晃动的感觉的 这风非常强的 另外的话雨也非常大 这个时候如果说 没有准确的天气预报 这个造成的伤亡 还是非常严重的应该是 2018年9月16日17时 气势汹汹的超强台风山竹 在广东省拍山海燕镇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并在我国境内持续两天之久 面对严峻形势 中国气象人深知自己责任重大 是中台人 人家也不会信任你的 也不可能会参考你的指导产品的 我又想起来一句话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当年如果我们的气象预报水平不高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国家这点事报好了就不错了 但当我们水平提升的时候 我们不仅国内气象预报水平精准度越来越高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资料共享 尽管我们不能帮他们来发布 但是在前端是给了很好的这种指导作用的 其实我觉得一是我们技术真的提升了 再有一点还是我们中国这种大国担当 中台长 您作为这个气象人 是不是特别担心一件事 就是比如说我们预报了一个什么 天气的一个状况 或者一个什么气象状况 然后那天没有来 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这个很正常 其实说一句比较绝对的话 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预报员 都会面临着失败的 这并不是说自己不自信的 因为天气是叫 我们叫天气是飞行性的 其实描述大气啊 可以用一组方程组来表现的 然后这个方程组的话 但是没有一个缺气的解的 就好比说一加一必须等于二 没有这样的一个解了 那我们必须用那个数学物理的方法 进行插分 然后把初始条件输进去 然后得到未来的一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当中的话 一方面观测就有误差 我这个模型就有误差了 最终的话预报员通过自己经验 虽然进行了定证 但是最终的话 还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 其实最简单就是这样的一个 预报天气过程 所以说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失败 每天都也有成功的喜悦了 如果说到我们单位那边看看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叫听清预报会商室的灯 是24小时亮着的 我们很多研发人员的办公室 可能到12点 夜里12点的话 整个楼里还在灯火通明的 因为的话 既然承担了这份工作 你必须承担你所应有的 这种压力和职责的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范围内 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 能够百分之百地 对气象做出准确预测 但是成千上万名中国气象人 为了能够将这个结果 更加接近百分百的准确 他们夜以继日刻苦钻研 截至2018年10月 中央气象台全国24小时 情语预报准确率超过87% 强对流预警提前量达到41分钟 这成绩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而其中 作为这些气象预报的数据提供者 气象观测员公布客户 大家好 我是中国气象局观测思培冲 中国作为世界气象组织成员 又是二驱邪管理组成员 每到和其他国家交换那些数据信息的时候 都会让我感到非常的喜悦和兴奋 因为我们国家提供的气象观测数据 准确详实 也因为我国的气象观测技术 和科学布局的方法领先 备受瞩目 它是科学技术的创新的结晶 也是国家实力的象征 生而逢时 国家的强大 给予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撑 我们这些气象人 必将侮辱时代使命 奋勇前行 将自己所学 赋予中国气象 赋予世界气象 中国气象局观测司副司长裴冲 干练的外表中 洋溢着气象工作者 饱满的工作热情 观测是气象预保的基础 更是气候科学研究的数据来源 当今 中国气象预保国际地位的提升 和气象观测 有着密乎可分的联系 那么中国的气象观测 又是怎样后来居上 成为世界气象强国的呢 刚才宗台长说 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 天气预报的这个水平啊 是属于世界领先的 那我觉得咱们的这观测数据 肯定也得世界领先吧 你说着了 我是想这样讲 就是中国在观测这个领域 在国际上 我们既是大国也是强国 为什么这样讲呢 气象观测 中国为何引以为豪 世界各国的老专家 顶级专家 走到他的面前说 你们中国太棒了 歼济天下 中国气象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 中国愿意与世界分享这些经验 当然他们需要通过正规的程序 赶上九雀平分色 玉宇天空 势比高 国之自信之 风云有策 观天下 马上播出 中国在观测这个领域 在国际上 我们既是大国也是强国 为什么这样讲呢 观测数据 就来自于这个模型 这样的一个观测 我们叫观测场 这里边能够给我们提供 他们做预报用的 描述天气的那些变量 比如说咱们说温度呀 湿度呀 温呀 湿风雨等等 就来自这样的一个 25乘25的观测场 那么我们的大气 是从地到空到空间的 所以不仅仅要有这个 我们还有那个飞机 我们有叫机载观测 我们还有天上的卫星 我们国家已经迄今为止 发射了17颗卫星 目前载轨运行的有8颗 业务化运行的 就是它每天每天 实时地给我们提供数据的 有6颗 这6颗卫星 它形成了一个覆盖我们中国 当然还能给其他一些国家 提供观测数据 来支撑我们国家 一带一路的倡议 这就是观测场 及空中和空间的观测 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这些观测的一切方法 是领先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就是去年10月份 在德国参加一个全球 这个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 地面观测站的一个技术大会 我是组委会的成员 然后我也是会议的一个主持人之一 我们国家有很多 参与这项活动的 那个人员 技术人员 其中我有两个人 我印象太深刻了 一位是搞 这个新型的技术的设计者 当他报告完 他新型的智能化的观测 仪器的结构的时候 他走下台的时候 那个世界各国的 老专家 顶级专家 就会走到他的面前说 你们中国太棒了 你们中国太棒了 我想请求一下 能不能把你们设计的 我们叫功能规格需求书 就是设计的架构 能给提供给WMO 就是世界气象组织 用于给其他的一些国家 在做同样设计的时候 能做一个参考 我说可以 中国愿意 与世界分享这些经验 当然他们需要通过 正规的程序 不是说他跟我要 我就可以给他 没错 这是一个事例 我们还有一个件事情 也是在这个大会上发生的 就是一位做这个地面 我们叫地面观测站 这个全国目前有人观测的地面观测站 有2425个这样的观测站 然后这些观测站 我为什么说是有人的呢 因为还有六万多个无人的 类似的这样的观测站 就是我们有这么庞大的 我们有载轨运行的八颗卫星 天气雷达 然后我们有有人站 两千多个站 还有无人站 有六万多个站 就是我们这样的体量大的 这个观测的网 对 提供了他们预报员 来做好天气雷达 是一个立体的 是一个立体的 是一个综合的 最大数据 迹象大数据 全这儿来的 没错 然后吴老师 您说得非常非常好 谢谢 然后那位专家 做的一项工作 就是怎样去优化 这些地面六万多个站 就是把它做到 我既能少一点投入 但是又能产出效益更多 然后他做的这项工作 我们叫气象台站的林雪 就是挑出最佳的位置 然后给他们的预报员 去进入模式 和模式输出以后的检验 他坐下来 他做完了那个大会报告 然后那个 我记得太清楚了 何来 太自豪的感觉 这是从一个 从事几十年气象工作的 中国气象人 发自内心的感慨 如今 中国气象研究成果 已经作为全球各国的参考 为全球气象研究 提供不可或缺的技术依据 这不仅意味着 中国气象水平的新高度 也更加体现出 中国愿与世界分享成果 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一个大国的担当 万丈高楼平地起 今日的辉煌 是建立在昨日的奋斗之上 当我们回望初时 我们要感谢的是那些 为了中国气象事业 默默坚守在高山寒地 大漠荒野的 基层中国气象人 正是他们筑起了 中国气象事业 稳固的基石 我说我们中国的近代 就从建国以后 我们最起初的 就是你们看见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百叶香 雨量桶 就这样的一些东西 测低温的低温表 这就是最早期的气象观测 但早期呢 和它还有一些不一样 就它是人工观测 就所有的技术 还达不到 自动地传输的时候 我们气象的观测员 在记录数据的时候 他每天要定时定点 去观测 记录在一个本子上 然后通过电报去编报 发报 然后到当时叫国家气象局 有一个专门数据收集的中心 然后再解报 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的发展 它已经发展了 已经是智能的了 所以不再需要有人了 我们现在的 这个观测厂的人员 随着技术的进步 将会撤离出那些艰苦的地区 说到这儿我也想再提一句 在这儿我想特别感谢 那些在一线工作的观测人员 我会有一点情绪激动 因为他们很辛苦 我说就是他们从建国初期 有这样的气象观测站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人工观测 我们的测站 为了测准 为了预报员 能收集到这样的一些 就布置在全国各地 各种下电面的 那个环境下的数据 所以我们的测站 很多是设在高山上 比如说我说海拔四千 五千的这种无人区 可是有我们的观测员 我去年去新疆 新疆有一个叫十三间房的地方 它之所以叫十三间房 就是十三间房子 六个观测人员 他们常年在那儿艰苦地工作 而我们这样的艰苦台站 有几百个 在这种高山上 你们可以想象 如果你到泰山上去旅行 我们泰山上有站 黄山上有站 你想象着 当你去旅行一次的时候 你一定觉得很开心 哇 这么好的风景 但是如果让一个人 在那长期地 就和这些仪器打交道的时候 你想想那种感觉 可是这些观测员 基层的观测员 他们就是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在那里工作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获取这些观测数据 而有了这些观测数据 特别是这些数据有代表性 就它不能移动位置 就要在这个地方 代表这个地区的天气和气候 而且还要要求 这个观测数据要连续 越长越好 才能表证一个地区的气候特征 六位观测员在那个地方 住手了多长时间呢 几十年 我们经过对五十年的战 进行了一次叫百年战的认定 就是想推动这样的战 不要被牵走 在那个地方长期地坚持下去 也就是说这些战 在那里要连续观测五十年以上 甚至一百年 其实刚才裴司长讲话的时候 我看到他眼睛里经营的泪水 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我们经常说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但是你想你可能在一个山顶上 几十年 你根本不知道外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社会发展非常迅速 但是你看不到 你甚至感觉不到 你付出这么多 为的就是我们能有一些精准的 有连续性的一个数据 那真的是把自己 可能一代人 两代人 三代人的幸福 都放在了一边 就是希望能够为更多的国人来服务 向你们致敬 提到基层观测员 裴冲眼中泛出了精盈的泪水 无论是天寒地冻 还是人际寒至 气象观测员都要在这片土地上 坚守几十年 几十年以来 舍弃个人幸福的几代中国气象人 把热情洒到了祖国每寸偏僻的角落 为的就是能让更多同胞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正是他们的坚持 获得了宝贵的气象连续观测数据序列 为我国区域性气候的研究和利用 提供了最为珍贵的科学数据 我们国家目前建站 观测时长大于五十年的站 现在有四百三十七个 就是如果是 当然我们还有世界气象组织认定的 三个国际的百年站 我们最长的站是上海学家会站 一百四十年的历史 我们过去是瓷器时代 黄金时代 能源时代 而现在是数据时代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清楚的 但是这个数据之所以宝贵 就是因为有代表性的 没有连续长序列 那么就不知道一个地区有什么特征 对 它价值就贬值很多 对 所以我们中国还推动 就是要这种长时间观测站的序列不变 不迁移让它既有代表性 又能说明这个地区的气候的特征 来支持我们国家 什么叫生态文明建设 然后怎样说 我们不仅是避害 我们现在更讲 谈得更多的是要 用我们的天气气候 来支撑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叫 趋利 是的 比如说新疆的 糟苏的彩虹之都 然后突泉的扶贫 它叫绿豆好气候好产品 然后阿尔山等等 就是通过这种国家的 气候金明片的设计 来推动地区脱贫致富 来推动地区的旅游发展 甚至是国泰民安 年龄大一点的 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草原英雄小姐妹 发生在内蒙古 是吧 一场极端天系 白毛风 牛跑了 羊跑了 什么都没了 但是现在呢 有咱们气象专家的指导 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温度怎么样 湿度怎么样 二氧化碳怎么样 都给建好了大鹏 如果很快过一段时间 寒超来了 咱给这大鹏盖被子 然后递一下保温板 所以当地百姓 这个收成特别好 这个我也听说 在我们陕西 也有一个 很多年的气象战 你给我们详细说什么 陕西 洛川气象战 百年气象观测 会给地区发展 带来怎样的奇迹 经过这些科学家们的计算 他们给出这样的一些评估 未来天气预报 又会有着何种智能提升 我们有一个微型的芯片在里边 这种观测 无处不在 赶上九雀 平分色 玉宇天空 势比高 我知自信之 风云有测 欢天下 叫照度计 就是专门测量太阳从升起到降落 一个完整的日照时数 当我们有适合的温度 适合的湿度 还有适合的阳光 就是日照时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析这个地方 适宜做什么 我们中国相机还有气候 国家气候中心 那个团队是专门去分析 这个气候学的 那么经过这些科学家们的计算 他们给出这样的一些评估 就是说这个地区最适合种苹果 才知道 你们才看到 就是我自己也会去买那个洛川的苹果 对 因为又脆又大又甜 皮儿又薄 是真的 这个真的有必要说一下 在我们陕西呢 有一句话 叫这个洛川的苹果 你得带皮儿吃 因为它无论是从甜度 还是脆度来说 基本上无二 没有吃过比洛川的苹果 更好的苹果 但是其实我之前一直不知道 不知道原来这个背后 还这么有故事 还有一份咱们中国气象人的功劳 对 是有科学数据之称的 是数据 是观测数据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价值 我觉得今天跟气象人聊天 让我的 仅是作为全球防灾减灾的必要依据 更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在中国气象服务产业发展报告中 这样闲道 到2025年 中国气象服务产业规模 预计将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 庞大的产业规模背后 是细致精准的气象服务产品 是科技的支撑 和中国气象人的辛勤付出 那么在如此迅猛的发展趋势当中 中国气象观测预报 在未来又会带给中国人民 带给世界人民 怎样的担当呢 我希望随着科技的进步 以及我们气象人的共同努力 使得我们的天气预报的卷据力 越来越高 我们预报的经济化程度 也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的预报时效 越来越长 为我们国家的防灾减灾 提供我们一份气象人的努力 谢谢 我是每天都要看天气预报的人 因为我很喜欢旅游 到不同的城市 它有什么样的天气 我必须要照顾好自己 我想以后 我再看天气预报的时候 我这个内心可能会想得更多 我至少会想起两位 想起你们给我讲的这些故事 那我就特别希望 未来我们的气象 无论是我们的观测 还是我们的分析技术手段 能够更发达一些 更先进一些 这样我们这些辛苦的气象人 他们的工作量能小一些 我也特别希望 我们中国在气象方面的成就 能够